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松 最近呢 我发现到了在网上的很多人都很热门的讨论一个课题的哈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国内的最近出了一个 炸鸡连锁店品牌叫做DFC的 给然后很明显的这个DFC的突然间冒出来的哈 100%是因为呢这个KFC的最近兵败如山倒 也许呢这个DFC呢他看到了一个商机想要抢贪这个KFC留下来的市场 OK 如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炸鸡新品牌 想要取而代之KFC这倒不是什么新闻的哈 为什么他会有话题性呢 为什么他会有争议性呢 啊就是因为呢这个DFC的啊 就是 KFC的不足了 不足的那个地方呢他要填补到满满来啊就是什么 现在KFC呢人家说他背北格为什么背北格 啊因为呢他跟犹太人有关系 啊所以啊 支持巴勒斯坦就必须要背个KFC 跟宗教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DFC的品牌呢 他打出来的旗号呢就是他是100%土著穆斯林 啊然后呢 宗教味道非常的浓 你可以看到他的开幕仪式 简直就好像是回教党的大会这样 OK so他就是要100%的填补这个KFC的不足之数 你KFC你没有这个宗教制造点 我来填补这个宗教制造点 所以 以前炸鸡店变到好像回教党这样 OK 这是我从报纸上所看到的啦 我从照片上所看到的啦 啊 OK 所以呢就是因为呢他不是一间富普通通的炸鸡店 他是一个100% 回教兔 土著的这个 炸鸡店而且 充满了宗教的味道 所以他才有这个话语提醒跟争议性 OK 好 我们中方网上的人的反应 啊 我们华社基本上都是 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啦 啊 就是嘲讽 这样的店 到底能走多远 啊 OK 所以 我在这里我持平而论 啊 其实不管是KFC也好 DFC也好 他终究是一门生意了 什么是生意 生意就是 我卖 你买 然后呢 那个差价就是我赚的钱 这个就叫生意 不跟你讲种族 不跟你讲宗教 纯粹讲钱罢了 我卖你买 我赚钱 所以不论是KFC还是DFC 终究是一门生意 无论你宗族的 课题呢 还是宗教的课题呢 这个花样变来变去都好 到最后一个结论 还是 要去到 最后个结论就是 赚钱还是不赚钱 不赚钱的生意没有人做的 OK 亏钱的生意没有人做的 好 所以我们就用生意的角度在商业展 来看一下 这个 DFC 他如果现在这样的路线上继续走下去的话 要 看好他还是不看好他 当然 我在这里呢 我绝对不会用 花人种族的视角去看待他了 我以 生意的视角来看待这间 DFC 其实蛮有趣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你一间炸鸡店 基本上是超到完 KFC 但是呢 你把它做到宗教味很浓 好像回家党的大会这样 OK 当然一时之间 你的噱头是非常的近 因为你填补了这个KFC的不足之处 然后 也许一时之间 他会有 很多 马来西亚的 这个 穆斯林 买人 他真的是会去光顾 我去光顾不是为了我要吃你的鸡 是 因为 为了支持 只是 你是我的 同胞 我们同个种族 同个宗教 我们当然要支持 大概是这样 OK 也许 这一段时间呢 可以维持多久呢 这是个问号 这就让我想起了 在 15年前 那时候我刚回到来居然做工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呢 我居然有一间Ground Mall 那时候也是刚开不久 然后Ground Mall对面 就开了一间 马来人 100%土著品牌的本地炸鸡店 完全炒完KFC的 但是他没有走宗教路线 他就是看起来很家庭 是 类似像KFC Merrybrow这样的山寨版 我记得那时候他开张的时候呢 我是特地的是慕名而来去那边吃的 人山人海 我排队排很久 然后 后来买到来吃了过后 觉得 不怎么样 我不是说难吃啦 但是 我不觉得有什么 值得我特地来吃的 因为味道不怎么样 价钱也不比 KFC便宜 老实讲了 OK 我关过一次过后就没有关过第二次了 然后 我还记得 那时候呢 我第二天我就回去我的诊所跟我的 那些马来护士就有提起这件事情 就说 那边新开一间 你们有去吃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几个护士就说 一定要支持的吗 肯定要支持的吗 我们哪里可以去支持外国品牌 本地人的品牌一定要支持的吗 我就跟他们笑笑笑 我也是有支持的 然后过后不久 可能一开始 他尝到了甜头 然后 他又雄心装饰 就在他店的后面又开多一间 我也是莫名其妙 你在前面店开一间 然后呢 后面店又开一间 相差不到50m的距离 开两间一模一样的东西 第二间我是肯定不会去了 然后 我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看好他了 因为什么 味道不是特别好吃 价钱跟KFC一样 然后 我找不到为什么我要再回去的理由 所以果然不出我所料 应该 没有维持一两年这样 两间一起倒 OK 我相信居然的朋友应该都很有这个记忆吧 在Groundmore对面 如果有这个记忆的 请记得在留言讲一下 OK 我讲了那个故事呢 其实跟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 DFC是很有相关性的 因为这个DFC呢 他其实也很可能会布塔后城 为什么我说他布塔后城 我没有抱着任何华人的种族歧视 宗教歧视 来看待这间DFC 我纯粹是用生意的角度来看待这个DFC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他也是一个100%的本土品牌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味道 他纯粹是 可能你说他有点土著的味道 但是他没有宗教的味道 然后我用生意的角度跟你讲 他的问题就是在于 味道不怎么样 价钱又跟GFC一样 我为什么要回去试第二次 难道就为了支持本地品牌啊 所以 运营已经在这里了 他导的运营就在这里 所以 这个DFC 我听说他的价钱也不便宜 听说价位也跟这个DFC 差不多一样 OK 然后味道怎样 不知道 OK 我只能说 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吸收到很多 土著 穆斯林的课 但是可以维持多久 这一阵热 应该是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 他现在做到 宗教味这么浓 这个 好像回教党大会这样 肯定了 华人印度人就不会进去吃了 不是什么种族其事 宗教其事的 心里面一定是抗拒的 然而 马来西亚 华人跟印度人的消费能力 也是有限 基本上 不是那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最大的消费市场 基本上 还是 马来人 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 华人印度人 如果 不帮撑的话 不构成很大的威胁 最主要的还是 买人自己 买人自己 他有 没有可能 一直不断的 到位去吃 这才是最主要的关键 其实 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是多天前那例子 也是一个 100% 本地土著品 结果倒掉 他倒掉 只有一个 就到最后 你买了 也不知 所以现在 这个DFC 终究是一门神医 我不管你玩什么种族花样也好 宗教花样也好 他到最后终究是一门神医 做炸鸡神医的人 来来去去 就是两个因素 就是 一 你的鸡的品质 二就是你鸡的价钱 鸡的品质 又分两样东西 一就是你鸡的大小 你鸡要够大高 然后味道要够好吃 然后 加钱 不要比DFC贵就可以了啦 OK 要合理了 如果 这两个因素 你都 做不好来的话 其实 没有办法看好 OK 其实我不报任何的种族 其实重要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看好 OK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这个DFC真的是可以搞好这两个因素的话 就是 价钱便宜 我知道这个已经不可能了 然后 鸡大高 然后味道又好吃 它可以活下来的 但是如果连这个东西 全部都做不好来的话 没有办法走远 老实说 老实说 如果这个所谓的DFC 如果它真的是很便宜 又很好吃的话 就算是华人 也会偷偷去管骨 我老实跟你讲 OK 跟莫索是马来人 但是 如果到反过来 它的鸡贵 东西又不好吃的话 连马来人都不要去 OK 我今天就纯粹是用生意的角度来跟大家 讨论一下我对这个DFC的看法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